主席各位委員 我們在這邊講是講道理 並沒有在比胸比狠 本條其實是針對法官的評鑑委員 產生的方式的規定 為擴大各界舉見 優秀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參與監督司法的表現 提供人民對於法官評鑑委員 客觀性、中立性、獨立性及公正性的信賴 確保法官評鑑委員會職權的行使 不侷限於專業偏見或者是意識形態 所以這個草案修正的第一項第四款 明定評鑑委員中的學者及社會公眾人士 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舉見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外之六人 送司法委員會的司法院長來聘聘 本席認為這點是值得商榷的 因為根據統計資料顯示 2016年、2017年 司法院受理人民陳情法官的案件 只有13766件 但最後受理評鑑的只有兩件 不僅能獲得受理的司法案件是為乎其為 況且從最終獲得懲戒的案件數量來看 評鑑機制不但無法淘汰被人民認為不適任的法官或檢察官 反而成為保護法官、檢察官免受懲戒的機制 況且民間司改我也就批評 從司改國事會議起 外界最在意的就是評鑑委員會應強化外部參與 這一直是法官法修法的主軸 民間版的草案要求評鑑委員會應該有非法律人過半 並應考量委員來源的多元性 以避免觀點狹隘、思考單一及無法同理的來弱勢的問題 但這樣的意見在協商的時候並沒有被採納 本席其實是深感遺憾 所以在此要呼籲各位委員外部的參與其實是挽回民眾 對於司法公信力的第一步 唯有向人民宣誓法官、檢察官的淘汰 人民也有表示意見的權利 並非法官人、法律人、官官相互 人民才有可能信任這樣的制度 進而信任司法 如果總而言之 如果評鑑制度通通只有法律人參與 官官相互將會非常的嚴重 因此唯有在評鑑制度中納入非法律人參與 才能挽回人民對於司法的信任 所以在這邊呢 我本席還是要建議在這個修法上面 大家要三思 才能夠真的淘汰不適任的法官、檢察官 重新贏回民眾對法官的信任 以上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郭昌 我會寧願君 我給你 我努力